安平港出现了阴阳海奇观 港内海水明显偏深河色 引发了民众质疑 是不是有工厂排放废水污染了环境 对此环保局澄清是港区海藻增生 才会导致海水出现了色差 并不是环境污染 而另外在屏东沿浦乡 也因为大雨前的剧烈对流 出现了大量沙尘 让目击民众嘖嘖称奇 红牌机缓缓飞过安平港上空 但奇怪还是颜色怎么差这么多 港区外一片翠绿 港区内却是深河色 安平港出现阴阳海奇景 也让民众质疑 是不是环境污染 安平工业区那边的水 然后安平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过的水 还有我们有非常多的船舶 他们的一些废水 有可能也都直接这样排下来 所以所有的总和 就是我们看到的黑色 面对民众疑虑 环保局派员采样机茶 确认港区内水质清澈 并没有污染问题 海水颜色偏深 即使是海藻增生造成的色差 是夏季常见的自然现象 下雨的话 市区会有大量的算雨水 然后经过雨水道排入运河 顺带的把水中的一些底泥 把它带出去 所以它颜色看起来更加明显的 属于暗色性 下降最近天气比较炎热会导致水中一些藻类的震生 另外屏东盐浦乡在大雨前夕 也被民众捕捉到满天沙尘 铺天盖地而来 太恐怖了吧 这什么东西啊 大量沙尘从山脚下缓缓升起 短短一分钟内视线能见度明显下降 天空一片灰茫茫 而这沙尘满天飞舞的状况 很可能是因为大雨前的剧烈对流 导致下冲流垂飞膝床沙石 但也呼吁用路人遇到沙尘来袭 切记坚速慢行 避免视线不佳 引发交通事故 记者谈谈屏东最后报道